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跟祝佛如来是一题 祝佛如来有没有这个本色治我们的病啊 当然有 那为什么不照顾我们现在病很苦啊 为什么不来照顾我们 我们造的业太重了 受一些苦难是什么 是小业障啊 不能不知道啊 佛菩萨还是四个月在旁边看到 真到危急他确实就来帮你吧 你还能承受就让你受怕 为什么对你自己有好处 你的业障消除一分 你的境界就提升一分 道理在四地 总的要觉悟 总的要明白 中国古人常说 吃亏是福啊 今天我们可以说 受一点苦难是福啊 好死不是坏死的 好死不是坏死的 好死的